畫面 在93頁的地方上面都有啦 不過字比較小一點點 比如上面我希望布局什麼東西呢 布局123455個項目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12345 後面還有678 910 1112 有沒有 總共會有12個 這個12個是所謂的標籤 這個標籤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設計的時候呢 只是能夠顯示出 給使用者看到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標籤 那標籤能不能 能不能輸入呢 不行 它只能夠顯示最後的 你要顯示的東西 或者是說呢最後你要顯示 每月償還金額這個是不能改的 還有呢利息償還金額這兩個都不能改的話 那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呢 就可以設計成什麼 設計成標籤 那標籤在哪裡 各位可以看一下 工具箱裡面 特別說工具箱都不見的話 記得是在這裡 找到什麼 標籤 有沒有看到 標籤的英文名稱叫什麼 叫Label 那Label的話你可以把它拖拉過來 那使用的方法 特別注意 我來示範一次給各位看 Label對不對 請你按住 不要放 拖拉過來 放開 放開之後呢 請各位 修改 修改什麼呢 Caption 把上面名稱改一下 比如說這個要叫什麼 借款金額 那我就在上面怎麼樣呢 打一下 借 Caption OK 好 Enter 那字的大小 你想 這字太小了怎麼辦 有沒有看到 Fund 新系名體 9太小 12按確定 大概設計成12啦 類似像這樣 字的部分呢 可以自由去調整 書上我看他給的字好像有點 太小了 9號字 那我想這部分可以自由決定 那另外的話呢 顏色 它的顏色什麼 它的叫做 這是Background color 是背景顏色 那前景顏色是哪一個呢 前景顏色應該是 這是Bold 這個 有沒有 Full color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color的話呢 你可以在調色盤改一下 改成藍色的 字有更改的 OK 然後想其他的屬性呢 自己再去決定 那名稱要不要改呢 其實名稱不用改了 反正呢這個將來也用不到他 不需要去設計的時候都會用到所以 這個名稱可以不用更改 那請各位是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分別加上 借款金額 借款年列率 等等的 那這個地方呢 因為要填資料有三個東西對不對 所以呢請各位設計的時候呢 在這邊加入什麼 Text Box 拖拉出來 一個框框 讓使用者去填資料 OK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的先還給各位 在那個問題十一的部分 你也會做這個 那些在那個畫面的 是 可以賊 把它丟臉 好嗎 所以你們